狐狸猫跟小树蛙逛完机器人展离开之后 虽然对于机器人为什么会动 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但却对自己为什么会有反应和动作 仍然是满头问号 他们边走路边认真地讨论着 没注意到眼前的红绿灯已经变成红灯 有一辆大货车急驶而来 即将撞上正在过马路的两人 还好货车司机紧急地按了好几下喇叭 狐狸猫跟小树蛙听到声音的瞬间 立刻跳回人行道 也因为反应够快才没有受伤 受到惊吓后回神的两人 突然发现他们刚刚的反应动作的顺序 好像跟机器人博士所说的是一样的 先听到了喇叭声 然后再进行了跳跃的动作 这跟博士说的 先由感测器接受讯息 经过讯息传递后 再由反应器做出适当的反应 似乎是相同的 这时候小树蛙也想到了 货车司机踩下刹车 好像也符合这样的规则 先看到我们闯红灯 经过瞬间判断以后 按下了喇叭跟踩刹车 想到这边 两个人的眼睛为之一亮 狐狸猫和小树蛙 都觉得反应与动作的原理 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发生 他们迫不及待想知道更多 蹦蹦跳跳的去学校请教老师 老师听完了他们去看机器人展 和回学校路上遇到的事情之后 非常欣赏他们的求知欲望 并用了一点时间来跟他们介绍 人体是用哪些构造 来接收刺激跟表现动作的 老师说啊 生物为求生存 必须接受各种环境 所带来的刺激 而人类也不例外 但其他生物 要如何来接收这些刺激呢 就如同机器人博士所说 生物体的身上 会有感测器来接受刺激 而这个感测器 有个正式的名称 叫做兽器 你们要不要猜猜看 我们身上有哪些地方 可以接受刺激呢 耳朵吗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听到 老师的声音 小树蛙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吗 老师我知道 这很简单啊 还有我们的眼睛 就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老师的样子一样 很好很好 狐狸猫跟小树蛙说的 都非常接近了 其实在人体身上 有五种感觉器官 就是平时我们称的五官 包括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和皮肤 这些器官内 分别有接收光线 声音 气味 味道 等刺激的受气 例如眼睛内的受气 可以感受光线的变化 耳朵内的受气 可以接收不同的声音 鼻腔或舌头上的受气 可以感觉空气或食物中的化学分子 而皮肤上的受气 则能接受 触 压 冷 热 痛 等不同的刺激 这些受气一样具有专一性 只能接受特定的刺激 受气接受刺激后 会将刺激传到大脑 再由大脑产生的各种感觉 例如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压觉 温觉 和痛觉 等感觉 以下关于受气的相关叙述 何者正确 A 人类的不同受气 可以感应不同环境的变化 B 人类的皮肤上 只有一种受气 C 我们会闻到味道 是鼻子判断出来的 正确答案是A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就拿上次去公园 户外教学为例子好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绿色的树 是视觉 听到了多种的鸟叫声 是听觉 那天我们运气很好 还闻到了花香 属于嗅觉 以及啊 舌头品尝到午餐饭团的滋味 是味觉 至于狐狸猫还不小心跌倒 撞伤了皮肤 痛到哀哀叫 这就是痛觉 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受气 接受各种刺激 才能有的感受哦 老师不是说我不提这件事吗 嗯 有关人体是如何产生反应 其实啊 刚刚狐狸猫跟小树啊 都已经体会到 我们人体是怎么产生反应的咯 我们刚刚学到 五官在接受到刺激以后 会将讯息传到神经系统 进而产生判断 还有命令讯息 并将此讯息传到人体内的反应器 反应器则会对环境的变化 做出反应 至于什么是神经系统 我们会在之后的影片 再做详细的介绍哦 在我们人体内的反应器 有个正式名称 因为它的功用产生反应 所以我们便称呼它为动气 动气包括了肌肉和腺体 利用肌肉收缩 腺体分泌 在适当的时间内做出反应 关于人类动气的相关叙述 何者正确 A 动气可对外在刺激 做出适当反应 B 动气只在人体运动时 产生作用 C 腺体不会产生动作 不能被归为动气 正确答案是A 就像狐狸猫和小树蛙 听到喇叭声后 跳到人行道 以及货车司机 看到他们后按喇叭 或者是我们感觉到热的时候 汗腺分泌汗水 帮助我们迅速地 把体内多余的热排出体外 听到这边你们都懂了吗 懂了懂了 谢谢老师 两人转身就准备往走廊上飞奔而去 A 等等 你们不要在走廊上蹦蹦跳跳啊 还有 下次过马路一定要好好看红绿灯哦 请问一下选项何者正确 A 动气是用来感受刺激的构造 B 皮肤上有多种受气 可以用来感觉外在环境的刺激 C 如果环境产生改变 生物体却没有反应 表示受气没有发生作用 正确答案是B 1 生物体为了求生存 必须精准接受各种刺激 做出适当的反应 2 生物体内外环境的变化 就是刺激 3 生物体接受刺激的部位 称为受气 多分布于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和皮肤 4 不同的受气 可以接受不同的刺激 5 产生反应的部位 称为动气 包括肌肉和线体 6 受气接受刺激后 会经由相关构造的整合与传导 再将命令传导动气产生反应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人 遇到同样的刺激 会不会有一样的反应呢 请想一想 并在影片下方回应与讨论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